有很多小老弟就说呀,你这个普车呀,你这干不过数控,那数控速度快 我今天要你看看咱普车干出来的速度快不快啊 都说那数控啊,是什么高科技 我告诉你,那玩意断电呢,啥也不是啊 那可真是大眼瞪小眼了,你瞅我,我瞅你了 对普车可不一样啊,这玩意没电照样干活 今天我们这就停电了,你看我照样把活干出来了 一般人猜不出来呀,为什么车床没有电,他怎么还能工作呢 要你这么说呀,那埃及金字塔就不可能存在着一个产物 所以说呀,大明哥干了二三十年的机架工啊 从来不追寻什么数控科技类的东西 那玩意在我面前啊,我跟你说,我很藐视那东西 那些玩意啊,一夜就容易成为解放钱 以下就容易淘汰 但是啊,这种传统的手艺人呢,和这个传统的机械永远淘汰不了 就像我这样有技术的人呢,就上战场打仗啊,我也是一把好手啊 那炮管那歪了啊,我都能给你整直溜 那枪酸拉不开呀,我都能把你修好溜 最起码你那个大刀不快呀,我也能帮你磨磨呀,也会磨呀,对不对 我这普车的工作呀,月薪没个十万八万的,我能伺候你们吗 大明哥月薪标价十万,有没有老板要的呀 哎呀,刚刚睡了个中午觉啊,做了个噩梦啊 刚醒,大家好啊 这要不行啊,还能催十分钟了 关注大明哥不迷路